美国华府重要的智库CSIS 进行了24次的兵推 那这24次的兵推呢 目的是要处理两个问题 第一个 中国对台在2026年 以它当时的战力 对台发动军事攻击 是否能够成功 那这一个兵推24次的答案结果是 中国会战败 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 那代价会有多大 当然看到基本的结论是 中国美国日本台湾 都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但事实上这代价是不同的等级 中国至少阵亡 一万名以上的解放军 数万名解放军被俘虏 另外中国核心战力 特别是海军70%到80%会被消灭 那这样子的状况可能会进而导致中共在中国政权的崩溃或垮台 那台美日呢 除了基础建设被破坏以外 也个别付出了3000到3500名的军人宝贵的性命会阵亡 另外呢 军舰像台湾的海军水面舰艇也付出惨重的代价 另外美国跟日本也相同的付出战机 军舰各式各样的损失 那美日台遭受攻击的损害是重建的代价跟困难度 效应倒不是政权的更迭 不像中国 可能是摧毁了全球的经济 对全球经济会产生重创 所以这一次兵推要解决这两个命题 这一24次的兵推里面 CSIS提出了很多非常值得参考的结论 比方说第一个 美国跟日本的军力部署 比方说里面提到了 美国会大量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 特别是西南诸岛 另外关岛也是 所以里面有做出建议 就是要提高美国关岛 以及在日本的军事基地 反飞弹的能力 避免再被第一节受重创 另外也建议美国跟日本 要强化在西南诸岛的军备库的储备 以及美国应该要部署 小型化存活率高的船舰跟潜水艇 那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出来 日本在前天宣布要在西南诸岛 建构150座军备库 看起来跟这些的推演是有符合的 而美国早在去年 就跟以色列的铁穹 以及美国本身的相关的反导飞弹的系统 进行整合作为防御关岛 以及在日本的重要军事基地 另外除了美国日本的参考以外 对台湾也提出 台湾必须具备源头打击 摧毁或者攻击解放军在 滩头集结的基地跟根据地 那我们也看出来台湾政府 特别在蔡英文总统近两年 提高我们源头打击飞弹的数量跟品质 看起来跟这个推演也是有符合的 那另外西方盟国 特别是美国要注意 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 乌克兰还是可以经由陆地 在战争发生的一年多来 都可以经由陆地补给 或者运送装备跟弹药 可是如果台湾要对抗中国的侵略 需要任何的装备能力 必须在开战前就必须具备 而不是到战争发生后才提供援助 这就是跟乌克兰最大差别 他是陆地连接侵略者 台湾是四面环海 容易被封锁 所以台湾需要什么样的军事装备跟能力 来对抗军事侵略的话 必须在开战前具备 而具备了嚇阻的力量 也许这个战争未必会发生 所以在这一次CSIS的兵推里面 有提供很多值得做决策参考 以及建军或者是跨国之间盟友合作的参考依据 那非常值得研究 那除了这以外 他有下了两个结语 代价惨重 未必会战胜 但中国的决策未必就不会发动战争 而做战争的兵推 未必就是预告了战争必然发生 反而是提醒各方 特别是意图侵略的那一方 做出理性明智的抉择 而不要成为毁灭自己 伤害世界的元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